這邊是不知道什麼動物 然後這是頭兩個腳 然後這邊是他的尾巴 然後這裡有個 這裡有石紋 有點裂 然後帶一點黃粉 從他雕刻的地方就可以看出是 手工雕的 因為你看他這個孔的地方 他不是像現在的機器可以直上直下 他都是好像有一點 怎麼講 我都不清楚 不讓我拍 反正他的孔這邊一定不會是直上直下的 這樣看算清楚了 有沒有 你如果看到直上直下的就是機器刻的 然後這一定是手工刻的 因為你看他的角度 角度太多了 你用機器的話直接下去比較容易 如果是這樣凹凸不平的話 就很難 這是手工做的 才會這樣子凹凸不平 凹凸不平的 還有包括這 很多小細節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完全手工雕刻的 然後表面的氧化感 這一定是至少也是到民國早期 這個瓜在後面看起來比較清楚一點 就可以看到一個葫蘆形的瓜 然後神獸只有前面有 然後這還有吉祥如意的圖案 就是這有石紋